现在显微摄影的技术越来越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接下来这样的画面 这个居实细胞或者是这个白雪球 怎么样抵抗戏剧 都可以在你眼前出现了 这是最新发表在Science期刊上面 最新的论文 我们居然可以看到人体的各种细胞 活生生的在那边 像观察自然一样在那边动 看到我的细胞 3D立体非常清楚的看到细胞的各种动作 各种变化 就像我们看到各种动物一样 那为什么以前不行呢 以前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以前的显微镜 它照细胞的时候要用强光照 一照之后 这个细胞要不然就奄奄一袭 要不然活动力太弱 要不然就是被强光杀死了 所以我们看到细胞都是奄奄一袭的活动 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看到细胞 原始活动的情形 这次发展一个新的科技 它用很薄很薄的光 扫过去 扫过去 扫过去之后 完全不会伤害它 细胞也不会受到精导 它就很自然的让你看到 那你很薄很薄的光 过去之后 再把它累积成3D 第二个 这么薄的光过去之后 会出现变形跟失真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们在观察天文的时候 外太空的各种光过来 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它也会扭曲失真 也会折射 对 所以天文学生发展一个东西 我可以把这个折射给扭回来 它把天文学的东西 我可以校正回来 它把这个校正的这种技术 放在细胞的显微镜上 所以我在细胞观察的时候 失真也会解决了 所以我们居然 人类第一次看到 3D立体的这个细胞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是什么 这是这个寄生虫 寄生虫跑进去类 那这是白雪球 我们的白雪球就攻击 攻击寄生虫 攻击寄生虫 你看这寄生虫 被白雪球 秘密麻麻 秘密麻麻 吃掉了 所以寄生虫会被白雪球吃掉 对 白雪球会被它吃掉 所以就很重要 那这更厉害了 这是我们的免疫T细胞 绿色的是我们免疫T细胞 你知道蓝色是什么 蓝色是什么 癌细胞 蓝色是癌细胞 它先接触到它 它前面的前缘的嘴巴 开始把它吞到体内去 它体内开始有蓝色的 看到没有 它把它一点一点 吞到体内去了 所以原来我们的免疫T细胞 你看这另外一种 好漂亮的 这个红色 它也开始把它吃了 所以原来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 癌细胞 为什么它不发作 原来我们只要免疫系统强 我们T细胞 可以把癌细胞慢慢吃掉 所以父母要把它录下来 告诉小孩子们 你一定要加强 你的免疫系统 加强你的免疫T细胞